我到Hamburg 了 狮子头好像是它的特别之处 虽然有点看不出是狮子啊 我这个Museum真的是大了 我走一走去我都忘记这些画我看过了没有 Hello everybody 我是斯婷 今天是9月29号 and I'm going to Hamburg 所以我现在去着Bus Station 然后今天会搭FixBus去Hamburg 差不多6个小时 现在外面天都还没有亮才6点多吧 然后等下去到应该是差不多12点这样 我们到Hamburg 了 然后现在是中午12点 所以我先去找东西吃 然后我的Hostel三点才可以check in 现在天气不错有太阳 刚才on the way来的时候下大雨 所以希望下完了今天的亮 天就不要再下了 然后我原本打算买一个 Public Transport Pass了 结果来到这边发现 全部都是walking distance 所以 应该是不需要买 我明天去的地方才需要买 所以 买明天的24hours Pass去过了 这边是Hamburg的 Main Train Station Houtbahnhof 看下面那边很多人 然后 德国这边呢 Public Transport 里面还是要戴口罩的 所以 是有点奇怪啊 因为他们只在Public Transport 戴口罩 然后在外面全部没有戴 感觉没有什么差 我来到这间SOUL1988 虽然它是韩国餐 不是德国餐 这间小红薯上面很多人推荐 而且它在附近啊 我饿了 所以就随便了 你会说 所以我预备的是这个SOULBIPBAP 这应该是牛肉 然后 是 9.5 EUR 我饿了之后发现 超多啊 这是德国人的食量 我觉得我可能吃不完啊 我会努力啊 OK 所以我吃饱无餐了 然后 现在要去走走 然后找地方换钱 刚刚那个 太大分了最后 还是打包了一半 然后那间店居然是Cash Only 我在阿湖相久还没有看过Cash Only的店 原来Hamburg这边是有 所以我要找地方换钱了 因为我剩下5 EUR 我现在来到这个Chill House 这是一个很特别architecture的building 其实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啊 就是一个 市城楼的office building 然后看起来 就architecture很 不一样 我来到这个叫 St James Church 应该也不是很出名啊 可是 就是一个church 然后这边附近有很多church 走进去看一下 不错这个St James Church里面有event 所以不能参观 前面还有一个叫 我忘记叫什么名了 我check一下 另外一个church 这个叫St Peter Church 看一下可不可以进去 这个 狮子头好像是它的特别之处 虽然 有点看不出是狮子啦 这个是hamburg的rathouse 就是city hall 然后它对面有一个广场 这边应该是 就算是中心了吧 然后看到很多中国游客 我看到有人进去 看一下可不可以进 这边有另外一个church 叫St Nicholas 看起来比较特别一点 我给了钱 是euro for 学生价 然后可以上去 上面有一个 view tower 然后 那边下面有一个museum 先上去 这个churcher上面就长这样 它就是一个look out point 我下来了啦 所以我下来了啦 刚才就在 上面那边 非常的高 可是因为 有很多帖在那边啦 所以其实也 没有很可怕 呀 所以我现在下去 museum那边 我下来 我下来 我的天啊 只要那么多 所以我上去 我下来 你才是吧 到了 汇率 我下来 逛完了这个St Nickers Church 然后我要去找换钱的地方 然后再回去赶那个St James Church 看可不可以进去 然后我就要回去我的hostel check in了 so现在想去找换钱的地方 其实市中心就是走路可以到的景点 我已经去七七八八了 其他都是要坐巴士 就比较远一点的 我打算明天才去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 我忘记了叫什么名了 S开头了 那边好像是晚上比较美的 可是因为我白天现在还有很多时间 所以我觉得我先走过去看一下 然后晚上再去多一趟 因为这边的天气变化莫测 我不懂晚上会被下雨啊 我刚刚去那个underground museum出来 发现地上试试 刚刚下了一场小雨 Change of Plans 我决定先去那个S开头的地方 叫Spicher Start 因为它在另外一边 然后我等一下去找换钱的地方 跟那个St James Church 是在我hostel附近了 所以先去那边看一下 这个Spicher Start 这个Spicher Start 就是很多这样子 red brick building 然后 哎呀 有桥挡着了 比较special part of the town I guess What is that? 那边一路上很多桥 可以拍照 可是我发现hamburg 美是美啊 可是超级多construction work 有点杂乱的感觉 那边有一个maritime museum 看起来很大 可是我应该没有要去啊 这个part of the town 真的是 像另外一个城市 因为它的建筑全部长一样 反正那个 你看你看那边 反正那个市中心那边 不是长将 我离开那个Spicher Start了啦 然后 看晚上如果没有下雨 可能会走回来 因为我看到网上的照片 是晚上开灯比较美啊 然后我走走一下 这边又有多一个church 看可不可以进去 这个叫St.Catchin Church 嗯 我又绕回来这个St.James Church了 现在应该可以进了 算了 我开门进去了 我看到很多人 然后因为我开门 全部人看着我 然后我就怂了 算了啦 那里church应该长的都差不多 so 我现在要找地方换钱 然后回我的hostel 所以我又回到来这个Hauptmannhof这边了 然后外面开始下雨了 我找到一间 5 star Google Review的 换钱的地方 应该可靠吧 六岁走啊 我刚刚出去换了钱 然后 他的process还蛮麻烦的 还要看我的passport 还要我签名什么 其实那个数目很小罢了 我前面那个人换了几千块 他这样做 结果换了 一百块罢了 他也这样做 yeah 所以 这边的 currency rate是 100块 USD 91块 EUR 现在外面下雨了啦 so我要走回我的hostel check in 然后等下再看 几点要再出来 其实我市中心的地方都差不多逛完了 走到了 这个 A&O 就是我要住的hostel 住这边两个晚上 so我现在要玩hostel了啦 然后我今天住的是 4 bedded dorm yeah 然后 不是很有privacy啦 而且还是男女mixed dorm 来的 so这边有两个床 然后我打算把它拉开 然后这边一个double decker的床 然后目前只有我跟一个黑人 他刚刚出去了 然后我才vlog 不然很尴尬 but yeah 这个房间 is decently big 然后还有 一个冲凉房 yeah 冲凉房就这样 还有吹风筒 然后 有一个厕所 yeah so 不大不小 刚好 就这样啦 so 我刚刚找到 这边 走路大概15分钟这样 有一个 art museum 应该也是蛮出名一下 然后他开到9点 所以我现在5点这样 多一下出门去看一下 然后好像是年轻人是free的啦 就是25岁以下 然后这边房间有locker 我已经提前靠人家的review讲 呃 要自己带locker 所以我就 自己带了一个locker 然后 那个黑人很放心啦 他直接把他的back放在这边 我是怕啦 so this is the view from the room 是没有什么东西看的 but ok咯 这边有一个 不知道什么电影院啊 还是什么 然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拍长龙 好像短明星这样 我要check一下 那边是什么 but yeah 我现在走着去 kunstmuseum 就是那个art museum 然后如果开到9点的话 现在6点啦 so 我应该可以去到 晚餐时间再出来 这里是Hauptmannhof的大门口 然后那个art museum再走多5分钟就是了 我到了 这整个都是 那个art museum 外面看起来是超大的啦 我不懂我要在里面 花多久时间 这个是 art museum的main entrance 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然后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然后那边应该也是part of our museum啦 然后上面写 I don't believe in dinosaurs 25岁以下是free 这就是年轻人的好处 我拿了free ticket 然后 哇 哇 它里面超级大的 我有点不知道要去哪里先 我们要去哪里 你们要去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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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玩的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里面有Event 快没有这样多人 我从这个Arts Museum出来了啦 然后我觉得我是走完了啦 可是里面像迷宫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走完 来啦现在差不多天黑了 已经7点半了 所以我现在要走回我的hostel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经过什么 奶茶店 因为我超想喝奶茶 然后Arts那边是 没有听说有什么好喝的奶茶 这边我看到小红丝有人介绍 可是要走一段路去看一下 我没有走去那个 很多人介绍好喝的那间 奶茶店 可是我经过一间 然后还有写华语字 所以相信哈一下 买一杯来喝看 小杯0.5L 4EUR 然后我现在其实是去着那个 Spiger Start 因为我要去看它晚上长什么样子 然后经过这间 命中注定经过它 就喝啦 它开到8点 现在7点9 还来日子 小杯的4块 大杯的5块 现在我要帮他们打啤 呢 我们有很多客户 是韩式的朋友 但是他也很漂亮 谢谢 谢谢 干杯 买了一个 普通的奶茶 跟grass jelly 我非常的自豪 那个老板娘不会讲英文 然后我全程跟她讲德语 虽然她讲一些话 我也是听不懂 不过她问的东西我也是懂 Mid eyes or the owner eyes ok 听得懂 她问我要半糖还是 normal糖啊什么 多少钱啊什么口味啊 都听得懂 proud proud 她那个老板娘应该是要关店了 她把剩下什么 strawberry啊 chocolate啊 全部小小杯给我 然后不错啊 free sample 这样 ok啦不错啦 就是普通奶茶的味道 然后withgrass jelly这样 好像外面11度 超冷的 我来这边喝冰奶茶 自己找来的 我要走到那个spyger start了 感觉会让我失望 因为我没有看到一点灯 我走啊这样远 ok啦买了一杯奶茶 好吧我错了 她晚上就真的一盏灯都没有开 为什么人家拍照拍到全部开灯呢 ok我决定再走一下 看我是不是在错的地方 是不是不是这个建筑物 可是我觉得这边就是那个景点 然后对面也是一样 暗暗的 难道是因为covid 不可能啊 我现在已经离我的hostel蛮远了 我现在已经离我的hostel蛮远了 居然都一场来到 继续走看哪里有美美的拍照的地方 不然我就要走回去了 我刚才下午打包的那个饭 在我的hostel 锁在那个locker里面 但我现在没有吃完餐 哈哈没有美美的地方 人家到底拍哪里了 所以 按摩摩 有经过这个random 应该是office building 它已经是整条街最美的东西了 因为 整条街暗暗 好吧 回去睡觉吧 又经过一个office building 长的跟刚刚那个有点像 为什么人家office 这样好location啊 Imagine walking here 每人看出床外就是 这片河 还有市中心 好爽啊 就会去看哪里 你呢 在这一面面 什么地方 你呢 我可以看哪里 就会让你 要带到楼子 我太帮了 你呢 我好 你呢 我太帮了 这个情况在阿富士没有见到 塞车 我讲一个很搞笑的东西 虽然你们应该看不到 我刚经过我就看到楼上还有人在做工 我就在想 有这样勤劳 晚上8点还在做工 那我看一下那个镜子那边 你们应该是看不到 那边写Yang Ming 应该是中国公司 然后我再看一下 造工的全部都是 看起来像Asian啊 应该是华人吧 所以啊 俄罗变很少这个时间点 还在做工 是不是就是Asian